Auto4 奥风 WCA 2016 唯一指定电竞椅 八彩呼吸灯 四地扶手 内置蓝牙音箱 电竞选手爱用的电竞椅 极客 极致 极酷 西伯利亚专业电竞游戏耳机 带你来一场生灵奇境的战斗 至胜之道 掌指之间 狼派电竞装备 专业电竞品牌 iGUN 爱工 为WCA 2016 官方唯一指定显示器品牌 爱工 为荣耀而战 Dire Anywhere 为WCA 2016 官方唯一指定PC 专注于游戏领域高性能电脑及外设 扫码关注 Anywhere 官方微信 了解更多精彩活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回来 那也是 这一场的话对阵的话是BS对阵TS简称 也就是鲨鱼 那么的话之前第一场也是他们打的 打的就是FTD对吗 对对对 然后被轻取了 只能说是非常 那个FTD只能说非常可惜啊 也是预祝 只能说预祝他们能打出一些好成绩吧 也是 然后这边的话另外一个队伍BS队也是四川大学的 对也是比较有看点的 因为我印象当中的话 他们也算是一个非常强的队伍了 因为去年我也是打过比赛 好像也是遭遇他们了 在线上接队的时候遭遇他们了 然后被按着一路摩擦过去了 好的也是稍事等待一下 进一下房间 那这样的话也是可以说一下就是四川大学 这是战队啊 这是战队的话 我印象当中的话 他们的平均水平是有一个6500左右的 然后刚才的TS战队其实实力也还是挺强的 对TS的话就是打的是非常中规中规吧 可能就是有一些小细节没有抠到 不过也是不太影响整体的去向吧 可以说也是两支队伍都打的都是算是势均力底吧 看一下双方能是一个什么样的 就是1比1也好 2比0也好 就是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 就是眼前一亮 毕竟嘛 这属于就是国内的梯队 职业的梯队也算是 我现在比赛也是开始了 好 那这样的话也是进游戏之后 可以看到就是天威方手办首选 TS战队 这里的话第一手末日 开始我们还要讲 就是说前期半人情况的话 对 基本就是末日这些 对 确实 末日什么炼金或者一个赏金 对 基本上就是说前期这种半人 无非就是放出来一个赏金 可以看到上一局的话 就赏金特别的难受 你把赏金放出来之后就打得非常尴尬 然后就各种被牵着鼻子走 然后一路被碾压过去 就可以说赏金游走 成效不算太好 但是确实恶心到人了 因为上一场的话是牛头 牛头是真的特别难受 自己混不到经验 大哥也蹲不动 还要买针夹眼 对 很苦命 可以说是上路打开架之后 牛头赶紧过去支援 然后支援没出什么成效的一个同时 看到牛头一走 然后赏金和这个女王就锁定了隐磨的踪影 可以说是隐磨也是打得很尴尬 主要是女王的进攻系也很强 然后隐磨又是一个脆皮 确实 因为它的等级一直起不来 一直在被压制 我印象当中的话 女王5级的时候 隐磨好像仅仅只有一个三级的等级 那这样的话 作为一个女王来说的话 是肯定是不会让你吃到什么经验的 就一直打压局就劣势了 导致于10分钟就打出了击击 非常可惜可以说是 这11分钟打了击击 刚好我们是看到一个虚空空大了 天生隐磨空大了 对 应该是故意的吧 就是玩心起来了 因为我印象当中的话 它后排是有一个KOP在输出的 应该是不太想让KOP拿人头 他想自己是拿人头吧 更或者是就像你说的那种收抖 对快捷施法的话很容易打片 这边是搬掉了瘦丸 这一手瘦丸也是想的特别久啊 瘦王这个英雄确实挺凶残的 能不放就不放吧 反正是放出来的 像综合能力强一些的 也就是我觉得KAR还是比较好的 万能位吧算是 就比如说你点出来之后 你可能看到对方的一个阵容情况下 我就转成一个冰雷卡 也是可以的 在赛事中的话 冰雷卡也是经常所见到的 就是说冰雷卡可能就是没有想象中这么强势了 因为他的吹风是被削弱了很多 不能说太多吧 只是一个视野范围吧 但是感觉还是挺关键的 所以说的话 火卡的几率还是比较大一些 不过他们选不选卡尔这倒是一个问题 我觉得一手卡尔还是要强 之前他们队是有选过凯尔的 对 打的还是下午的比赛 打的还是挺不错的 看一下这边的话 是考虑的时间比较久 因为第一手拿完人之后 你选烂 放对面凯尔 莱尔这个英雄的话 第一手抢的话 倒还好吧 一般我只能说是 你可能说是不着急的 其实不是很着急的一个英雄 你要说第一手抢一个什么神域 之类的 我都还能理解 就抢酱油神域 神域的话你没得说 土猫 还有土猫 对 这些的话都没得说 因为他们的综合能力实在太强了 也有可能是自己中路有什么的 不想让对面看见 你刚说到土猫的话 然后直接拿了土猫 不给你这些机会 两个都是先抢酱油 先抢酱油 有一种 卡尔吧 卡尔吧 对啊 嗯 这个应该是卡尔 你只要卡尔会玩 则肯定选卡尔 对啊 卡尔的话 这个英雄确实是综合能力比较高 然后补经济 包括打架 对 而且土猫去搬他游的 啊龙旗 嗯 跟卡尔被抛来抛去都没人要了 嗯 就感觉 卡尔在他们看起来也就是一般吧 那就是你推给我卡尔 我也推给你 我拿一个龙旗来打你的卡尔就可以了 对 你不想要我也不想要嘛 无所谓嘛 嗯 然后这里的话帖子说 你不要我也不稀罕 我直接点个帕克算了 那帕克打不过龙旗 嗯 五五开吧 都是五五开的一个局面嘛 就是说龙旗喷火 帕克顶多就是躲一下龙旗的喷火 嗯 对 嗯 可能就是说你发力点毕竟不一样 就说 嗯 龙旗是他这个发力点可能就是 依靠自己的大招 然后再有一些基础装备 然后帕克的话 反观就是有一把跳刀 就能足以 可以说是有刃有余了吧 打的算是 对 嗯 这一首凤凰的话 开来是想要打一些什么套路啊 只能说是 这个套路 呃 可能藏的也不太深 因为毕竟是你第一手点完这样之后 第二手就点凤凰 凤凰可以配的英雄太多了 嗯 凤凰的话 对 配的英雄特别多 只要带一手空就行 对 你要是说总体正来看的话 就是说 以这前二手点出来之后 还是半掉虚空 嗯 就感觉这个凤凰啊 对 刚刚想说就是凤凰和虚空是一个配合 对 他感觉是万八吧 就包括跟雷昂都是一个小小的组合 对 嗯 凤凰他跟虚空的配合就在于 不管你先打 任我先打都可以 对 不管你是不是有BKB 我不怕 嗯 龙旗的话 他打蛋打的还是相当慢的 因为现在一个龙旗 也更偏向于什么壁章 对 搬掉了一个飞机 也是 就是跟着龙旗 就抱团推的吧 飞机本身的阵地战就比较厉害 对 那这样的话看一下第四手的半人情况 第四手的话 其实要考虑的话就是稍微针对一下凤凰这个点 凤凰这个点其实还是挺麻烦的 就麻烦在于哪里 他可能在前期 就是说如果大宝剑给的不太好的话 这倒还好 如果说是他给的好的话 这个凤凰就是挺无敌 对 他本身就挺恶心的一个英雄 跟土猫是一样的存在 对 是 凤凰特别是到了11级 我感觉他11级是一个坎儿 6级到还好一些吧 6级 别人的话打蛋就几下就A掉了 他11级的话 这个蛋确实是感觉有些无剑可摧的那种 但TS这边这两个酱油选下来都是吃经验吃装备的 很吃经验跟装备 是 感觉的话 零亚这个英雄的话 反正是经验只要到位 什么都好说 经验不到位可能就发挥不出异象的效果了 双方都打的比较紧实 就是说从半人情况都可以看到 半人基本上潮汐 他现在就是针对着凤凰这个点 凤凰能配的比较厉害的英雄我都搬掉了 潮汐跟虚空 那你这样说的话 沉默呢 沉默数是考不考虑 沉默数是他考虑血吗 不太可能了 其实你选一个沉默 针对凤凰的话也不是很好 但是沉默这个英雄的话 打架还是厉害的 一个大招 对沉默英雄的话 他主要这个C还是特别凶的 他的C现在可以起到减速的效果 对 改的是非常的凶 就是说在线上能力 沉默可以基本上来说 顽客 像之前的几个鹿霸吧 就像什么 Vipor之类的是吧 就是以前的那些鹿霸 好 这里的话是第四手 是把蚂蚁给绊掉 一个三号位蚂蚁 还有可能是一个大哥 他是这样想的 就是说对方龙骑是打一个中路 把蚂蚁放在一个优势路的话 自己可能是解决不了 凤凰的话混得也不会太舒服了 他这个凤凰不会是个走猎的吧 凤凰是可以走猎的 他走哪一路都可以 三四号位嘛 我个人觉得现在的三号位凤凰不太强 很容易被挂崩 基本上就是四级 对一下就被挂崩了 反而是你玩一个辅助的凤凰 主玩的话还是比较厉害 对 然后只需要经验 好像也就是一双草鞋 然后加点经验 有钱的话就补个点睛 就随便挂了 对 现在的凤凰的话 其实像以前那种套路性的 就比如说 朝鞋凤凰 然后朝鞋先打那个经验 打到一个三级走野 然后让凤凰去补 补到一冰本 你之后两个人也是 两个大嘛 双大 要不你就打 你打的话你打不够我 我有两个大招 好了也是看一下第三首人选啊 第三首人选的话 没有用啊 以前还能出一个冲轨队 抵挡一下伤害 他是物理攻击 对是 富王的话 这个点位的话打剑胜 可能是稍微好打一些 但是后面又补了一个巫妖 对 这个巫妖就是 你如果是个烈士路 富王会被针对的很厉害 嗯 对 有没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说把这个富王打成一个大哥 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 但是风险其实挺大的 嗯 风险其实挺大的 嗯 他后期真的是打不过龙骑跟剑胜 嗯 富王的话就是打大哥也是有先例的 就是在上一届的时候 嗯 上上一届吧 CIS 那个时候还有这个战队的时候 可能是他们研发出来这个体系 什么富王配一个火枪 很早一枪 嗯 对 火枪打中路 然后富王我就打大哥 那最近的比赛其实 也有看到好几次的大哥佛 嗯 对 这最后一首还有卡尔呢 嗯 不是卡尔就是帕克嘛 前期我不要卡尔 我比较傲气 但是我后面还是要把他选出来 卡尔确实厉害 我承认 他应该是这样想的吧 只是觉得卡尔这个位置有点尴尬 就是你们都不要我 竟然这样子 我都是被先搬先抢的这种 对 对于职业战队来说的话 基本上都是先搬先抢嘛 算是 就是搬掉一个火猫 因为火猫的话实在是很难抓死他 嗯 就依靠着土猫了已经 嗯 简单来说的话 龙骑做完跳蹈之后 也是有一定的威胁 但是输出不够 对 因为他们的酱油是一个乌腰呀 对 酱油是个乌腰 然后包括这个土猫都是持续性的伤害 嗯 并打不出一瞬间的爆发 只能靠龙骑的一个T的输出也不是很够吧 嗯 不够 除非是剑胜就是有跳刀 就要抓火猫的话得付出太多了 嗯 小狗 小狗 那这样的话 跳狗了吗 跳狗组合 然后钻进凤凰也行 都可以 都是一种小小的套路吧 算是 我个人觉得TS这边的阵容要凶很多 嗯 确实 因为TS的话其实发力点就是腐王 如果腐王发育不顺的话 也是看到了我比较想看到了先知阵容 这个应该说是带线推的话也是要看先知的 先知的话这个点位就是很容易被抓到 就是说玩不好的先知和玩的好的先知就是一个鲜饼的对比 而这边最好的卡尔就是个冰雷卡 如果他是冰雷卡的话 他就对线对不过了 对对线的话可能要吃力一些吧 如果说是一个火卡的话 对方如果在前中期推下来的话 确实是不小的一个麻烦 对 嗯 毕竟的话龙旗比较肉 然后剑胜有治疗棒 再加上先知的一个招换物 嗯 也是挺挺让人头疼 挺让人恶心的 好的 也是让我们进入一下游戏画面 哦 这边的话是调试一下 又有人掉线了 嗯 应该说是 最近的网络 就是浮动比较差吧 嗯 可以看他们这边的话 我觉得最好的分路是 嗯 让小狗去担 嗯 你说让小狗去猎丹对吗 不是猎丹 优担 优担 带着腐王去钢 带着腐王 钢剑胜 对 感觉 你可以看他 巫妖一个人是保不住剑胜的 巫妖一个人保不住剑胜的 对是没错 你去钢的话 而且本身剑胜就打不过腐王 嗯 其实他们现在 小狗一个人打先知是可以打的 嗯 先知走位失误还可以被杀 对 先知的话 只要稍微激进一些 敢补一两个刀的话 我感觉就要出问题了 对 或者就是212 嗯 TS这边分路上其实可以变的 不过这倒还好吧 因为先知毕竟有召唤这个树人 也是可以勾兵的 选择性还是比较多的 就是说就是包括先知走野 也是可以的 并不是说不行啊 嗯 就是说让另外一个酱油去蹭这个经验 就比如说巫妖 但是巫妖你走了之后 剑胜就保不住了 对 嗯 它只有巫妖这个点 土猫 土猫可以蹲一下 对 是 土猫的话 前期应该是一个 蹲人的土猫 蹲哥吗 对对对 应该是蹲人的几率比较大一些 如果说是它游走的话 前期的爆发可能是有些不太理想 你包括中路的话 想去击杀这个卡尔的话 毕竟龙骑的爆发 只是靠一口那个喷火 它这个喷火的伤害 其实也不太说是 但是它们有个先知可以飞 这边要考虑一下 对 是 那这样的话 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 这个剑胜其实是可以钢的 剑胜的这一点 是可以钢的 你说跟腐王 对 是吗 这要看人品了吧 这个东西 它现在是尾随机的方法 还可以 就是你如果不装的话 它是几下必定装一下的 感觉的话 这个腐王 怎么说 是一个不稳定因素 可以说是 你说它强的时候 它是真强 你说它不强的时候 它就一下子不转呢 就偶尔就是现在这个机制 还好改一下 就是说你再打得到多少一个 那个受伤面积情况下 会转一下 你像以前那种机制 就是说 人品好的 站在团战当中 无限转 就是个电风扇 是吧 你转着转着 就莫名其妙 对方全死了 那种有那种 特别尴尬的腐王 挑一拥肉 吼完之后 就转了一下 然后看着对方把自己打死的 那种还是挺多的 有的 我就有点 就这种随机方面 对于我来说 我都不会去考虑 类似于像 PA之类的 这种打暴击 包括是像 很少 骷髅王 还有白牛 这种东西都不推 白牛的话 真的是人品好了 我感觉 它是不需要装备的 也就是无限推 就可以把一个人 直接给打死 我感觉是 人品用完了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 是我一个白牛 一级学着推 对面一级的 泡沫学着跳 它一直没有跳出来 被我推死 那这个确实有些 你说在抢服的时候 对吗 对 在抢服的时候 然后泡沫实在被你无限 它有跳 虽然跳不出来的 一个情况下 那可能 元气大伤 得半年 或者一年恢复吧 这个应该是有诅咒的 这边的话也是在收视等待一下 因为在连接这个主机 也是说过 就是前期 可能在第二场上 我们就是聊过一些 就是说 如果选手掉了怎么办 还有一种办法 就是拿手机去打 是吧 拿手机的四级网去 主要还是因为 这边是高校塞 然后很多是在宿舍 宿舍 对宿舍 对 是没错 基本上来说的话 也有在家 毕竟的话 在 网络不稳定 网络不稳定的出现 一个情况 就是一个学校 一个家庭 你说像网吧这种的话 出现网络故障 还是挺少的 对 因为网吧也是经常要维护的 实在不行的话 我给选手一个建议 拿手机 你比较看好哪支队 从整体的一个阵容来讲的话 我是偏向于TS 我也是 他感觉他们的阵容 就会比较凶一些 BS这边有点被动吧 选出来是 选出来是一个土猫去干客游走 但是这个效率应该是不太高的 对 然后简单讲的话 BS这个阵容的话 就是要等级 等级一旦起来之后 跟着先知龙骑去推进 但是这个容凑力又讲到了 就是说推进体系容凑力就非常低 如果说是两三波没打下来之后 很有可能就是说被对面翻盘 只要一段节奏就特别的难受 对 是 因为他们这个先知的话 前期能提供的 就是推塔能力是非常高的 到了中期之后 他就非常乏力了 就主要还是看TS这边怎么分路 如果他们是212的话 一个小狗带烂 然后凤凰带的一个斧王 去那个去劣势路的话 那么BS这边就有点难处理了 相当难处理 先知混得不好 先知也会被压制 其实 对 我感觉这个点位的话 先知首先要 不是说肥一些吧 只要经济到了 就是说那个经验到了 包括龙骑 健身的话需要一些装备 就是基础装 像比如说这一局的话 他应该首先要考虑的 就是一个天音界 然后直接转战鼓 然后打成一个速推流那种 这种的话 先把对方起座外塔 然后主动权放在自己手里之后 剩下的就是说插眼 包括打肉扇 这样的话 有了主动权 也能更好的去利用 就是说自己的什么装备优势 什么的 因为塔的前处 给的还是非常可观的 对于整个团队的提升 还是挺好的算是 就还可以看好一点 BS这边其实控制也不是很足 控制的话就非常尴尬 土毛一脚踢不住的话 他已经不太好遛狗了 遛狗的话 推推棒 应该说是打到后期 降用必备的一个道具 他只有土毛一个短时间的控制 以及龙骑的也是一个短时间的控制 龙骑的话 只要不做到跳楼的话 想走上去云的话 几率还是非常小的 就是说除非是团战特别乱 乱军从中我要晕到一个人 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 如果说是战好位了龙骑想要去呛晕人 没有跳楼的一个前提的话 是完全晕不到人的 他们这边是其实就是一套 狐王跟凤凰的配合 其实这个套路 狐王凤凰 然后包括雷昂吧 雷昂出完跳楼之后 也算是一个稳定的控制吧 就可能雷昂戳出一个潮汐的大招 也可以 也是我们经常所见到的 就是说雷昂放出来一个潮汐的大招 他就一戳三一戳四 基本上的话 这个凤凰可以打先手 他可以无阻力的去打这个先手 因为控制的话 只要考虑到这个土毛 不踢到自己就行了 然后只要是一开团 然后就一脑门钻进去 开个大招 你只要敢打我弹 狐王就在后面站着 我后面有人对吧 很关键的就是 TS这边的狐王要肥 真的要肥 要靠他带节奏 对 刚才就是 他的一个跳刀的 早晚是非常关键的 对 是 开始我们也是讲到过 就是说在搬选人的时候 选出这个狐王 就是说 整体的节奏就是看狐王的 狐王一旦不肥 可能自己的节奏要慢很多很多 就甚至说是 自己的节奏就完全没了 就跟着别人的节奏走 但是我觉得这个狐王的话 有雷昂这样的一个英雄 包括凤凰 他们两个这种酱油的话 一般只是经验的话 可以考虑就是 帮自己的狐王去拉拉野 让自己的狐王 尽快能做出自己的跳楼 这样的话 也能够顺利带着自己的队伍 去打起步 很关键的一个团战 还是考虑线上吧 狐王 其实线上 毕竟大哥是一个健身 确实 然后就是看人品的时候出现了什么 如果说是 狐王去钢这个健身的话 只能说是看人品 人品好的话 健身是完全不敢A狐王的 可能说是 就比如说打你两下 你转一下 这种的话 我感觉对于这个健身心里面 造成的伤害是挺多的 阴影伤害 我就有被狐王伤害过 我是玩的一个小鱼 它是我A它两下 它就能死了 我还有三分之一的血 它连转了三下 那这种的话真的是人品是占据了很大的一方面吧 算是 本身就它比较克制 像小鱼这种其实线上是比较弱的一个英雄 对 是没错 小鱼的话 它发力点的话 可能就是在于引刀或者跳刀这样的关键型道具就行 好的 也是可能选手连的时间有些慢 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站在最好的赛场上 让更多人为你欢呼 这是全部吗 不 你还拥有无限可能 好的 那么也是欢迎回来 也是连了进来 好不容易是吧 好不容易连进来了 也是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出门情况 那这样的话 Lion是直接出了鞋子 对 是 然后包括先知 先知他是要混劣势路 然后出鞋子可以保证自己的一个生命危险 嗯 对 好的 也是看一下双方的一个抢服情况 抢服的话应该是双方都打算让一下 并没有说哪支队很凶悍 然后两路浮雕 下路是先知 是一个走劣势路的先知 他这样好像是送数人了呀 我没有送掉 时间算得非常好是吗 嗯 劣势路的先知 然后的话 无妖的话应该是会考虑 先搬中路吃喝冰 对 先在中路磨叽一会儿 然后再去上路 分路还是 应该还是之前说的 死亡跟凤凰的一个上吧 对 也是比较强势的两人组合 然后其实可以考虑让Lion也去上 更或者是Lion直接是蹲中路 蹲中路其实意义也不大 就是选择走下 然后拉野 走下拉野的话 他可以保证自己的一个等级跟发育 对是 然后就是没事再囤几波野 帮自己的腐王 那这样的话 腐王对战这个主宰者 这个就有些难受了 完全不敢上去捕头 而且凤凰也是蹲在后面 凤凰的话是选择拉野 并没有打算前期去理会 应该说是等乌妖子等级起来之后 凤凰会过来帮下忙 中路的话是龙骑对阵卡尔 这是一个火卡 上路的话321那这样的话腐王 哦 真假眼都差了 这个 嗯 他这一个假眼的话是想要反对方的一个眼位啊 知道他在这里差眼了 他应该是想会在这里 对 对 刚好没有反到 对 刚好没有反到 那这样的话 上路腐王可以说是混的 是相对比较舒服一些吧 嗯 后面还有凤凰的 凤凰是跟土猫打起来 而且土猫是出了个毒球的 也是凶相 可以说是 所以的话稍微A两下 应该说一血可能是诞生不了的 那土猫来的话 其实自己就是没有能力去 单中了 嗯 就必须得挂住自己的大哥 让自己大哥舒服一些 是 两分钟服 上路是一个赏 下路是一个急速 急速服的话是完全没有人去理会 先知可以去吃了先 对 而且先知现在是两极数人了 嗯 对 急速神服 现好的话可以混一下 现不好的也可以直接去打 是的 那这样的话 急速服的先知是完全不虚拟的 跟你对着脸 哎呦 卡在这 先知如果不走出来就好了 那个位置是可以卡住的 但是有吃数 其实也击杀不掉的 不过这个先知是不能打过于强势 如果打的过于强势 急速服一掉的话 他是选择踢了回去 小狗是升上两极的W 上路打的 哇 这上路打的好凶残啊 富王 富王够兵 准备好 富王之后看一下这个电舞 看谁先死 人品并不怎么样 不行 人品真不行 可以看到他撞了一下之后 就再也没掉过去 对对对 和我们之前说的 就是人品好的富王 和人品差的富王 可能说是现在展现的是 另外一个负面的效果吧 就是脸不好的 打他的单位特别多 对 应该正常来说的话 富王刚才转两下 就可以就可以击杀一个人了 因为他是一个 死死两个转两下 对 因为他是二级的这个被动 这边的话是龙骑选择运瓶子 卡尔的话是先补了一个天眼剑 凤凰递过去 哎呦这个 是直接被打空旋了 对 沙安这个主宰还是 而且没有药膏 对 应该是选择回家吧 看卡尔天火能不能炸到 应该是看一下卡尔切的技能 是有天火的 选不选得给 刚才也是队友打点 天火放了 这个天火是 放在哪一路啊 没有 天火还是没有 没有没有 我是打算 我是刚才看到他切了一个技能 我是打算 我以为他是要放这个天火之后 再招火人 这边上路真的是不太好打了 可能说是打了非常凶啊 就算是送了一个一选 其实也没有什么关系吧 对是 狗毛过来了 这个隐身 肯定是想要对这个斧王动手了啊 肯定要动手了啊 开转啊 直接过来算 一脚踢过去 再滚 直接要活成的被打死 对 这个是没办法的 因为是看不到这个土毛的存在 一个隐身 对 不过这个斧王打的也确实稍微有些跳了 诶 这里的话是递过来之后看一下土毛的 没有 没有踢 都没有技能 没有技能 如果有踢的话 其实可以滚过去的 对 一脚踢过去滚过去 A一下就死了 伤害其实还好 我感觉得A 有先灵之火 不太好说吧 下落 下落的话是一个放养的小狗啊 野生的小狗 没有办法了 先知在他们等级上来 只要到了三级之后 先知就有生命危险了 对是的 诶 这边是趁下经验 拖鞋 拖鞋 看一下抢鞋吧 鞋抢到了 一千块 那只能说 斧王前期的节奏已经是崩的 已经不要标的了 我感觉不杀 死了也没关系 真的没关系 无所谓 我送你三个人头好不好 无所谓了一只 这斧王有点血崩啊 先知过来还要杀他 死了 这没法玩了 斧王的话 这时候心态都要出现问题了 心态已经出现问题了 我感觉 刚才的话 如果明智一些的话 我没鞋子到 我凭什么要追对方一个有鞋子的英雄呢 是不是 其实也是不甘心嘛 好气 真的是好气 前期的一个 真的是前期的一个绿鞋 太关键了 其实我觉得是有问题的 火猫 土猫是先滚的 有反应过来 其实是可以自己把鞋子捡回来的 其实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说 在打野的时候 他是把那个屏幕切到另外一个视角上 肯定是不在自己证明 再加上这是本身就是一个卡视野的位置 只能说这个眼位值了一千多块 而且是断送了节奏让对方 斧王现在是本身是有优势的在上路 现在连鞋子都没有整去打野了 嗯 对那这样的话 斧王是补了一个补刀斧 打算是长久的在野去 那他这节奏就特别伤 也许是他本身如果那样打野打下去的话 估计十来分钟就出跳了 十分钟 对快的话就是十分钟左右 嗯 那这样的话斧王 现在有点无底动 对 TS的 因为他的节奏点就是靠于这个斧王的跳 因为斧王跳完之后 卡尔可以接天火 就包括那个小斧王 就围绕着斧王来打这个节奏了 对各种都可以去配合的 那这样的话 凤凰在上路去混一下等级 全然不知这个先知已经开始绕后了 嗯 死了死了 这应该是看一下 大招能不能跟上 大招能不能给上 没视野了 没有视野 那他这个打的稍稍就是说杀 没关系他们可以推塔 嗯 杀这个凤凰的时候可能出现了一些小小的问题 就比如说先知刚才那个素人 可以先放大 也可以先放大 素人是直接拉在这个位置 直接往前走就行了 对 就是有视野的话 这个凤凰是肯定是走不掉的 这个斧王真的是 好累 心好塞应该可以说 反正上路也守不了 完全守不了 因为是斧王他降了一千多经济 他不光是降了一千多经济 他是可以说他整个的节奏完全断了 完全断了 本来就是绿节之后打跳的节奏了 对 现在是连打了野都特别吃力 你不会连鞋都不想买了吧 他想挂机 安安静静的做一个美男子 还是买了些 这样的话卡尔也是快更新自己的点金手了 上路的话也是推的风生水起 小狗是赶来 小狗的话这里是打算做一个避障 小狗你传上了是吧 听说你会传上 那我就传下 瞬间三个人已经到齐了 就直接可以推 对 这一本TV的话第四本再丢过来 龙骑也赶过来 龙骑的话这波是有大招的 但是问题就在于没蓝了呀 他在吃着小金块没关系 而且讲道理最主要的推还是靠这个先知吧 先知树人的一个定上去 先知是没蓝了回去补一下 可以看到鞋子这个战队对于节奏的把控是非常好的 看到小狗TP的一瞬间就是立刻做出了反应 就是说我要TP下路去拆你的下路塔 然后现在的火卡主要是他现在动不了 他实在是没办法动 他只能也是独占一线 所以说小狗踢上了 然后卡尔也不能去打一个支援 土毛是踢下来要留人 看一下这个滚 这个滚没滚住人 这脚踢 可以点上 难道说是土毛放不住技能就要被点死了吧 很有可能还真是这样 但是凤凰也是交代了 肩胜有大 有大但是放大意义不大 往回斩 非常机智的一个往回斩 看一下会不会死掉 不会死掉的话 这个简直是 有天火吗 应该是机能在CD了 因为卡尔的等级毕竟比较低 这个肩胜好机智啊 只能说是 就往后斩的话 就能自己能保证能跑掉吗 对是 但人品不好的话那就没办法了 那就不说什么了 只能说赌一手 那一手就是完全在赌 结果是赌赢了 凤凰4级的一个等级 我觉得的话 前期凤凰把所有的经济都让给一个斧王 结果斧王的话鞋子被抢之后 凤凰等级也是落下来很多 这是特别上一件事吧 就是说 你斧王就是一个打野的一个情况下 我凤凰起码也到6了 而且是 他的鞋子没了 也没有战线的能力 直接是剑胜也变得舒服了 对啊 斧王这里的话应该是不会打算出这个绿鞋了 我不打算出绿了 直接是奔着跳了 因为再出力学的话 有些卡自己的节奏了 他如果绿鞋没有被剪的话 这时候应该就已经跳了 对 这个时候已经 已经跳了 可以说已经跳了 因为他跳了的话 蓝等级稍微补一下 就抓一个死一个 我感觉蓝昂的等级 现在已经是6级了 就是说 冲了个野怪 蓝昂等级不到6 只要斧王的等级起来 然后有这个把跳刀之后 配合卡尔的天火 也算是能够打出很高的伤害 这个的话是一波开窝被破窝 一个拽是躲开了蓝昂的一个穿刺 蓝昂有一手羊开 这一手羊开 直接丢了个大 特别奢侈可以说 这个吼是吼住了土毛 土毛的话也是没多想直接回身打 这一斩 斩得非常漂亮 直接给队员提了一个速度 那这样的话 土毛应该也是责了 再一打 双杀啊 这就可以说解气 这个非常解气了 已经跳了应该 对对对 应该是已经看一下这个金钱啊 嗯 马上跳 哎 这 这个是打野把自己打死了 有点尴尬 他就差一点点就跳了 对 他应该说是这个也完全打不死我 我相信我自己的人品 结果 呵呵 非常感慨 哎 这边杨柱先知 先知的话是 穿刺 走不掉走不掉 想太多了好吧 还要传 硬传不管了 这个斧 刚才完成双杀之后 我说讲道理的话 他绿鞋这样被抢 心态虚毁严重出 出现问题的 不过你刚才已经解恨了呀 是吧 你连着斩蓝 两个人都还不解恨 呃 特别是中间还有一个抢你鞋的人 斧王也是跳到了架 那这样说起来的话 斧王的速度已经算是正常速度 属于一个正常速度 他最主要是收了两人头吗 对 看一下他的节奏怎么带了 现在是斧王拿完跳之后 自己时间买了个物 自己就买了一个物 非常渴望的节奏 因为他知道就是刚才那波打野的话 对于整个团队来说 鞋被抢都是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 这里选择藏一手 这个鸡刚才是在这里停顿 现在还在停着 藏一手 我没有跳刀 你不会相信我掉一个鞋子的斧王 这把跳刀不会这么早出出来是吗 这一波是跟一个凤凰的开悟 凤凰也到六级了 其实可以让凤凰直接去撞悟 凤凰直接变弹 然后斧王过进一个喉 这是一个玩意 凤凰肯定走前会比较好 不然斧王的跳刀很容易被打断 这是一个理想的一个状态 这个龙骑的话变龙 但是肯定觉得对面要过来了 斧王的跳刀也差不多了 这个龙骑刚才是在这里变个龙之后 直接往回跑 他这个大招是不是有些浪费了 这里也没屯爷 应该是按错了吧 屯爷也打不了 这一波先拿先知来计刀 并没有发现 他应该是看到先知有在打野了 对应该是不太想杀先知吧 有眼我也是看得到的 这的话龙骑伤害够不够都是一个问题 小狗有在里面 但是这个伤害够不够完全不够了 不够一个大招 哎呦还好还好 这边的话但是罗迪打砸晕了 这还不错 但是这个弹 哎呦这个弹的是有些伤了 真的是有些伤了 凤凰 凤凰的话应该是要死吗 死了凤凰 哦伤害还是有些不够啊 因为刚才可以看到就是凤凰第一时间选择了变弹 如果凤凰不选择第一时间变弹的话 是直接选择大宝剑去打伤害的话 可能又是另外一种情况 对而重要的是我觉得杀先知会比较好吧 龙骑真的是太肉了 嗯确实 他选择了最肉的开刀 结果人家的臂章是撑了起来 这边的话是你没杀掉我人 我就反推一波 但是 而BS这边也特别稳啊 活了直接走 嗯因为龙骑没有大招了嘛 嗯 刚才的话下路可能就是一个小小的失误 就是个人失误啊 就是说龙骑莫名其妙在逃跑的时候开了一个大招 然而这个大招是完全没有什么作用的 先知的话是梅肯 也是一个偏拨团的一个装备啊 嗯 龙骑的话是B章之后很有可能就直接朝着这个跳刀去 也还不错啊跳刀 虫猫其实挺关键的这一句 这里的话剑胜是打算更新看一下啊 还是更新狂展 哦 还是有想法的 有梦想的 可以说是有梦想的剑胜 就前期被压制了一会儿 对啊 有梦想的剑胜 注定是要出狂战去刷钱的 没有梦想的就是被队员说我要出什么装备 那你出个散尸吧 你出个战鼓吧 去打架吧 出个战鼓 出个双刀 再补个散尸 对去打架吧 哎 这个话绕是刚好从这 这是一个晚上是也看不到的 刚好是隔了一个树林 这里是看到了 卡尔 卡尔反应非常慢 他可能在切其他的地方 对应该是在切其他的地方 那这样的话卡尔莫名其妙一个镜头没放出来 就死了 凤凰的话是 直接踢走了 踢走了 卡尔肯定是切在别的地方了 其实他不切在别的视角上 他也是死 反应不会那么慢 挣扎一下 挣扎其实也没太大作用 因为刚才卡尔是刚切完技能 我看见他的这个大招是在CD 女生也切不了 对 好 这边的话小狗已经是做出了回音刀 这个回音刀的话确实挺好用的 对什么小鱼啊 小狗啊 对这些近战来说特别好用 因为近战英雄本身就会缺蓝吗 对 特别是力量型英雄啊 嗯 你像近战的话当然也有一些不太缺的 像蓝炮子那一些是吧 蓝炮子也缺只是因为他出密法 嗯 也对啊 你这么说我也不能反驳什么 看一下这个 斧王和小狗的一个组合 这属于四人的一个一波开悟 龙骑 龙骑的话直奔 看一下龙骑的走位 意识到了吗 直接走了 然而破误了 而且是看到这个凤凰了 嗯 对刚好是破了误 凤凰的话毕竟是有小绿鞋的 移动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那这一波的话开悟是以失败告终啊 并没有抓到任何人 卡尔还在补 这边的话卡尔是应该补吹风了 吹风 嗯对 先吹风 先吹风的话再做飞起 已经吹风了 嗯对 吹风的话是可以吹起别人三连杀了他 或者就是自己逃跑越野路 嗯你说那种民工三连对吧 对 毕竟是个火开嘛 嗯哼 天火炸哪了 应该是开了一下视野 肉山 嗯 他对任何地方都不太敢 肉山 肉山是掉了些血 那这样的话 卡尔这个三维撑的非常高啊 如果第一时间想描卡尔的话还是比较困难了 又是战鼓又是天鹰剑又是疯胀的 都是自救的装备 不是说自救的装备 三维的装备再加自救的装备 先知飞到上攻 我先知这个飞的 一高人难大 我是这个小狗我忍不了 嗯嗯 杀不死你我又要把你打回去 嗯杀是可以能杀死的 只要给上W再加一个天火 因为他W完之后这个移动速度是完全没有的 加一个天火是不能中的 嗯BS这边关键的道具跳刀 容器的跳刀也是做好了 健身的狂战也是拿到手上了 这个符 应该想要从这个符身上做一些文章吧 毕竟是一个双背符啊 双背符在家有大招 在家一把跳刀 应该说是开雾 嗯看一下巫妖的话身上也是买了雾 在鸟身上运一下 这几个加油已经是既可能在后面等着准备开雾了 双背符总得呃总得干点什么 哎 符王是出了一个法师长袍之后没有做任甲 嗯这个主要是为了他要做先锋盾吗 对应该是 哎不对 呃还是任甲首先吧 他只是拿一个1100去提高一下自己的血量 但是还是任甲比较厉害一些 对我觉得任甲还是优先 先做出一个再说 嗯 嗯这边的话先知是带线非常稳啊 我就不出现了些我就拿小兵胆 卡尔在旁边也是挺尴尬的 最重要是TS这边人都没有露出了 嗯对 就只有中路补兵的一个小狗 然后四人开雾 这个雾是往哪走 符王能不能把雾给撞掉然后跳走 嗯不过符王好像 哎也是开雾看一下也是四人开雾 这是要看见了 高于月龙骑先掉过去直接运动雷奥 雷奥直接被秒 这边的小狗端出来 符王是直接吼了三个 啊这边的话符王是淘汰到巫妖 哎感觉他们跑的方向错了 这个符王的蛋是落地了 雷奥是满活一个X直接大招 先知再次阵亡 这边的龙骑士是在后面进行一个收尾 但是后面跳出来一个斧王 斧王的话血量不太多 被活生弄的点死 卡尔的话过来支援啊 拿这一波的话 斧毛是直接滚TP 剑胜 剑胜的话是有转的 转的TP还是可以的 但是你现在TP 啊 来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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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其实TS这边是有问题的 斧王跟小狗跑的方向不太对 应该往自己凤凰的蛋的方向去走 嗯 还好 结局是好的 结局又是凤凰的蛋是落了下来 他如果往那边走 是不是会就会更好一些吧 嗯 对应该是 刚才的话 他无妖是非常尴尬 嗯 被直接斩掉 太脆了 嗯 哦 那这样的话 他 他真是买了个1100的东西 买了个锁子甲 对 有可能是死之前买出来的 啊 死之前买1100吗 不是 啊你说锁子甲是吗 锁子甲 没钱还是买了吧 哦 还是一个有梦想的福啊 应该说是现在已经把那个前妻的 那些气啊什么的 全部都 诶 侧面 呃 这个补血确实有些快 吹起来直接TP走 凤凰直接卖嘛 凤凰应该也上不了 也算TP啊 死了 等一下 啊这个卡尔真的是卖的是 非常火的 这也很正常 酱油就是来做这种事的 大哥你先走我来死 对 对 感觉腐王出完刃甲之后 就对面很难打了 就BS的话 就可能要被腐王陷入到一个人 他如果是先出刃甲 刚才那个吼伤害就更大了 何止是伤害大 我感觉对方早就团灭了 有点纠结啊 这边是直接打盾了 嗯 这边的话打盾是没被发现 完全没有意识到啊 TS 那这一波偷盾算是比较成功的 嗯 打得也很快 嗯 就算赶过来已经来不及了 对来不及了 现在意识到了已经晚了 狗王是带着小狗又是 直接转出来了 看到盾的一瞬间心也是凉了一半 健身健身的话是拿盾 然后也是做出来夜叉 提高一下自己的移动速度 包括输出 嗯 中路是给上一个真眼 看一下有没有线上的眼 嗯 对 先知的话你可以看到 这个先知玩的是特别好啊 嗯 不是说特别好 他就是能达到就是说 职业选手的一个标准 有雷达 有雷达 警惕性比较高嘛 对 只要看不到你人我就不会出现的 我就始终躲在一个角落里面 默默地看着我的小弟在去 其他的三级书也是马上好 对 我感觉这个三级书还是挺要人命的 特别是斧王 莫名其妙吼了一大堆 斧王 然后其实抽口来 凤凰也挺难受的 斧王是最最怕这些东西的 对 死灵叔跳过去莫名其妙 我开着任假的 把死灵叔弹死了 我自己也死了 这时候斧王也是马上任假了 嗯 斧王马上任假 先知已经是做错了自己的死灵叔 主宰 被发现了 这里是有眼卫看到了 主宰是往这里走 主宰是有盾的 秒一调命没问题吧 这边的话是 哎呦反应非常快啊 看到亮的一瞬间直接转出来啊 但是好像并没什么用啊 你把转 但是亮有技能 呃看一下又阳 顺阳阳阳住 那这样的话见胜再见 这一波配合可以说是相当亮眼 哎哭王又是 哎这边的话龙骑龙骑的话能走吗 亮死掉了 看一下上面 下面的话先知飞过来之后 打了一下对方的回程 但是先知先阵亡 先知阵亡之后 凤凰是要死的 凤凰死亡之后 收尾工作 收尾工作的话 这里是装那个小狗 小狗是装了一个树人啊 直接开啊 我的天 一巴掌拍死了 卡尔这个输出 卡尔这个输出 特别高啊 炸了炸了 最主要是他们三个的血量也是特别的财 卡尔是最后赶到了战场 吹风陨石加超龙波 也是一个标准的三连 就一个酱油 两个酱油放到对面 哇小狗打得好凶啊 一瞬间找到自己想要秒的人 直接开启狂暴 然后过去三巴掌直接 两巴掌 甚至没有拍出第三下 这一波好像是二换六啊 嗯 剑胜的盾也没有 其实他的盾 严格意义上 不算是一条命吧 从这个阵容上来看的话 我是觉得他们剑胜已经死了 没必要去打了 没必要 真没必要 真没必要打了 对 因为输出点都已经阵亡了 还要强行打的话 肯定是有些打不过的 这里先知看一下能不能走掉 卡尔直接下来 吹风能不能吹起来 吹起来 漂亮 那这样的话找到位置了没 找到位置了 那先知应该说是走远了 哎不好说啊 不太好说 死灵书开不开 有梅肯有死灵书 拼一波不拼 大家不拼一波好像没什么作用啊 早点开这个死灵书 刚才死灵书在CD 如果是早一些的话 开启了个死灵书 你还真不好说谁能杀谁啊 因为这个卡尔兰瞬间就是被抽一口就没了 然后被A两下抽一口就没了 然后再加上先知又有梅肯 然后又有大招 然后露子谁手还真不太清楚 出以太的凤凰 有点惊讶 躲在后面一直烧烧烧 但是感觉凤凰出这个以太效果 性价比不是很高 对对对 你说出个微光之类的 我倒觉得还挺好用的 你就是不出这个微光的话 你出一个纷争面纱 他来配合自己的队友也是挺好的吧 反正他的想法就是 我就躲在后面丢大宝箭了 看来这个凤凰是没有梦想的凤凰 有梦想的凤凰的话 不管多少时间还是要补一个点金手 他有点金 对对对 点金之后其实可以考虑冰奖 对 哪怕是吹风都可以 也是看一下双方的一个竞技情况 竞技情况的话 TS正面是领先了5000 那么经验的话是领先了10000 对对对对 追这个树人满世界了 李昂跳刀 这一波很厉害只能说很凶 对 李昂呢第一波跳刀的话应该是要 这边再次开悟啊 这个开悟的话是三人开悟 嗯 他们的建设没有去啊 卡尔 吹风磁暴陨石 超神波 有跳刀 卡尔非常肥啊 17000的一个经济啊 他已经和第二T队拉开了 有6000的一个经济了 但是这个好像被发现了 嗯 对方三 正面的话是跟龙骑 两个将有跟着一个龙骑去开悟 想要去绕对方的野区 反倒是对方也是这样想的 刚好是岔开了 这时候不如推吧 嗯 其实双方哪 谁推谁都是挺难的 现在这个局面就是挺尴尬的一点 嗯 昏环石给了高地一个眼睛 直接来推了 还不回来吗 嗯 觉得都包了 可以耗一下 他是觉得推不了啊 推是肯定推不了的 但是可以消耗的 嗯 靠着一个火人消耗的话 想去看 想去干肉山盾 对 其实现在TS他并没有上高地的英雄 如果说是只是单纯的靠卡尔的火人 可能就有一些困难 因为毕竟卡尔是不会上去A这个塔的 因为他的位置非常关键 毕竟再加上自己有跳刀 对而且伤害也需要靠他的 嗯 对 嗯 那这样的话小狗也不可能上去拍 唯一的可能性就是说 小狗我开启那个狂暴 对 上去抓两下 但是很容易出现危险 诶 这边东西的反应是特别的快 非常快 对 跳跪了一时间然后反跳 那这个塔的话是强行被推掉 有福温也是没打完 开应该是想要高地这么开 TP下来的是卡尔 卡尔的话怎么说 刘仙芝选择非常明智 那仙芝的话是 这个选择是非常明智的 福王这时候反应有点慢了 福王刚才因为位置不在 他是想吼踢走的坚振 对对对 但是也没找到位置 位置是找对的 但是人家早走了 嗯 福王再次吼 任奖揹起来 天火跟上直接变弹 这一套组合是非常完美 看一下弹能不能落下来 这个弹落下来了 背后一下落下来了 没法打 这个 对对对 剑胜也空蓝了 直接一个吼 团面 你这边 可以打出机器了 拆一路吧 能拆一路 两路的话还是稍微有些勉强的 这叫什么来着 你经历过绝望吗 就是打凤凰的蛋 他最后一下被打死 然后他落地了 福王开起来 这样的话 这一波福王开起来的话 没有可能对方要追两路啊 真的是打不过 其实他们这边 其实这个时候 腐王心里面呐喊了一句啊 抢我鞋 对 哎 直接过来晕住一个小狗 但是龙齐不敢打 虎王的状态不是很好的 现在这一个捆 完全是把这个输出伤害 抓了一个死灵树 好机智的小狗 直接是放出连环爆裂 好像输出并不这么理想 哎呦这个 巫医的大招 抬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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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抬 如果被打回去应该说是没了 应该说是 上路还有 应该说希望不大了 对那这样的话也是打出相当理赛 嗯 那这样的话也是恭喜下 TS这支战队 已经是四分了 嗯已经是目前来说是四分 毕竟还有第二局 你说不好 他就2比0的一个形式 就拿下了六分 对其实可以看得出来 BS打的并不灿 嗯 对BS的话打的其实并不灿 其实TS这边呢 对于这种有一点劣势的那个 嗯 怎么说呢 就应对还是挺好的 对是 然后双方的话 开悟的点 时机把握的都非常良好 嗯 但是唯一不足的就是说 这个虎王 还是让他拿出跳刀之后 打出他想要的一个结果了 嗯 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 就是说我虎王带着小狗 然后随意就去切你们的后盘 更后来是把你们大哥 直接给杀掉 你是拦都拦不住的 嗯 好的那这样的话也是让我们 稍事休息一下 期待第二场的比赛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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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